OpenAI公斗剧,领导层变动与重生的一周 在硅谷,一场在OpenAI上演的公斗故事 以令科技世界为之侧目的曲折和变换而拉开序幕 第一章,意想不到的信息 11月16日,一切始于Ilya发给Sam Altman的一条信息 在一个周五中午进行对话的邀请 揭示的事实令人震惊 Sam被解雇了 而这一新闻即将发布 第二章,领导层的洗牌 11月17日,第二天,OpenAI爆出炸弹 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宣布辞职 由Maira Murati代理CEO 总裁兼董事会主席Greg Brockman辞职 使整个组织陷入震惊之中 在混乱中,三名高级研究人员宣布辞职 第三章 计划的揭示 11月18日,随后 Sam Altman公布了一项新的AI企业计划 这是与Greg Brockman合作的一个神秘项目 这个计划的具体性质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 与董事会关于Sam可能回归的讨论正在进行 而他在治理方面的矛盾心态使局势变得复杂 第四章 清算之日 纷纷纷宣布集体离职 与此同时 微软的首席执行官Satia Nadella宣布 OpenAI的创始成员将加入微软 标志着行业的重大变革 第五章 后果 11月20日 新任首席执行官Emich Shear启动了对Sam Altman被罢免事件的调查 超过710名员工要求董事会辞职 否则可能会集体加入微软 与竞争对手Entropic探讨合并事宜的努力遭到拒绝 使OpenAI陷入了两难境地 第六章 复兴 11月21日 随着紧张局势达到顶峰 一向突破性的进展浮现 一向暂时的协议已经达成 Sam Altman将回归OpenAI担任首席执行官 引发了OpenAI在社交媒体上的宣布 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 Greg Brockman在X上与员工分享了一张合影 标题为我们终于回来了 就这样 这一周的过山车之旅落下帷幕 留给OpenAI的一段动荡回忆